潘天兽 1897年3月14日到1971年9月5日 为中国现代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书生在浙江省宁海县 他以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而闻名 并且在书法 诗词和篆课等多个领域都有精通的噪音 然而 由于他的画作备受瞩目 潘天兽的书法作品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潘天兽的书法作品中 形草体最为独特和引人注目 他使用的笔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锋用笔 更多的采用侧峰方切和侧带中 中带侧的方式 除了少数笔画被夸张拉长 或浮以千丝连带外 他的点画都是短促而有力的 随着起笔转锋的动作顺势而过 或收锋或出锋 或者锋转入下笔 很少使用藏头逆敷和远转形态 这样的笔触形成了受镜 生啊 俊俏并略带荒帅的线条 潘天兽在书法 穿插避让以及截字造型的大小错误 携证穿插 疏密硬衬 甚至在一位反常 重心依侧方面多变 他还通过自语航 叠航 显现与空白的互动关系 构建了书放对比 动静对比 虚实对比 以及显置疑 反一为正的主导动机 在一些作品中 潘天兽还通过剪缩 夸张 挫制 割裂单字结构的方式 以营造章法上的开合起落效果 作为一位著名的画家 潘天兽的书法艺术更具创新意识 尤其表现在书写技巧 空间构成方式 审美观念和精神内涵之中的 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色 他不仅在笔触运用上 进行了突破和变革 更注重探索书法的表现力和艺术语言 他的作品在形式和风格上 呈现出独特的韵味 带有一种奔放豪迈的气势 给人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